香港每逢新年都會有煙花會演 作為香港維持了超過40年的傳統賀水項目 很多香港人都已經習慣了 不過近年有環保團體提出 煙花除了會造成空氣和噪音污染之外 甚至有人會因為發出的巨響 或者光敏感而有PTSD 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近年煙花表演有時會夾集了 另一樣類似燈光的演出 它就是無人機表演 有幾百架無人機 在天空上做出各種造型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運作呢 其實無人機基本上 我們可以當它是集群式的 編程好了的表現 其實它主要是做一個集群式的控制 一早已經將所有構圖 所有圖案 想怎樣去動態 怎樣去做的時候 全部將它編程好了 它按著我們的要求 在不同的高度 或者是空間去表演 我們的無人機去接收GPS信號 從而去定點到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我要的 今次表演的位置 在這個空間裏做些什麼 而我們本身的機站 我們會有電腦 整套編程的軟件 還有另外就要有WiFi的網絡 令到我們的機器 每一次接收我們的訊號 令到它知道它是哪一架機打哪一架機 諸如此類 另外就還有一個RTK的機站 其實都是一個通訊設備 令到我們不同的價格 我們的機站要設置多大 有指定的尺寸 因為始終訊號的東西 都是有空間限制 它是一個在空中的表演 其實我們就會想像它是燈光加立體 接著做一些叫做Randering 一些叫做P 即是一個concept 即是實際上 你會看到預計出來的效果是這樣的 正式的時候我們會去彩排 譬如我們這次是800架機的表演 但我們就未必會用800架機去彩排 可能只會是用一部分 一個叫做不同角度的一些基數 其實最主要是要拿到定點 以及我們在空中的定位有沒有問題 如果基本上檢查了沒有問題 那就可以正式表演了 Milvan就說 表演用的無人機 比起我們平時玩開的航拍機 還要大埔一點 而且是無鏡頭的 還說表演用的無人機 最著重的就是它的擴風力和重量 因為是飛上天表演 擴風力一般都可以去到5至6級 而重量上就是越輕越好 因為它可以省電一點 飛久一點 它還說因應不同的表演 所用的無人機都有不同 有些還可以背上冷煙花 想機身飛上天放天 當問到無人機表演 可以做到什麼表演 它就說 每一架機是一個一點的LED燈 其實你越多機 即是等於你的LED螢幕越大 你可以顯示或者你的精密度 越多的時候就會做到的圖案 或者效果當然越高 但是相對來說 技術要求也越高 即是你越多機 首先信號的各方面的安排 還有Kindu的能力 其實我們公司也進入室內機的表演 相對於現在 我們看到在螢幕上的 很大型 要幾百架 或者是很大的空間 但是現在我們會做一些在禮堂形式 已經可以做到的 可能四十架至一百架 一些比較小型的表演 相對於這架機是比較小的 但是那個空間要求也會比較小的 但是它可以 性質跟我們現在的編程有點不同 我們可以做互動 譬如一些跟人的表演跳舞 或者是一些那類型都會做到 一開始就說到 不少的環保團體都指煙花是不環保 因為它燃燒的時候 會釋放大量的有害物質 就好像梳化物 淡氧化物 和原浮微粒 造成空氣污染 煙花燃燒的殘留物 更可能會進入土壤和水裡 對生態系統造成污染 但其實無人機的表演 都有些潛在的環保問題 例如是噪音問題 和能源消耗的問題 無人機比煙花有環保多少呢 大家都會看到 煙花始終它真的有一個環保問題 它會產生大量的濃煙 污染的情況會有在 但是無人機 真的是一個環保的產業 因為它不會有煙 我們也是用電 對空氣沒有污染 相對來說 它的成本其實是低一點 每次都是循環再用 循環再用 有些產品 其實它的底板 譬如停機的位置 就是一個太陽能板 正如你所說 但是其實無人機 本身已經是 就是比較環保的一個產品 唯一你可以再去想的 就是怎樣去把電的消耗再降低 香港原本就不可以放煙花 你的所有煙火的東西 在香港其實監管得很嚴謹 你會令到整件事的成本 是高了這個必然的事 煙花的高度是去到某個高度 它再去不到再高 但是無人機 我們現在其實可以飛到很高 但是香港因為始終 文學處有智隱 它也是不可以飛高過90米 那麼高 但是其實我們的機器 可以飛到現在 是去到百幾二百米都可以 Milfin就說 無人機的表演 其實比較像是一種 lighting的表演 只是得燈光的效果 就算播著音樂 和放煙花的時候的震撼感 總是會差一點點 不過 就覺得無人機的表演 在設計上會多便點 亦都因為它是預先設定的program 會比較容易控制它的pattern 創作空間就會大一點 既然說到這麼環保 成本又好像低過煙花 設計上又多便點 那其實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煙花呢 可能未至於 始終因為無人機仍然有它的限制 首先就是時限 玩開無人機都知道它的續航時間不會太長 而且還是要受到風力的影響 Milfin就說 每次表演的時間 最多只可以15至20分鐘 另外就是錢的問題 雖然無人機的表演成本 比煙花低 幾十萬就可以飛到五至六百架機 做到不同的圖案 但說到是會演級別的演出 就是要幾千架 成本增加了 亦令到香港商家未必肯拿這麼多錢 落這個新玩意上面 至於另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安全性 香港搖控無人機駕駛員 現時就可以拿牌 但對於這些大型的無人機表演 相關牌照 原來是還未有的 想學或者想拿牌 只可以回中國大陸 其實操控普通無人機 就現在有很完善的一個拿牌機制 跟回民航署的指引便能飛到 而我們現在這個 因為涉及始終 你一會模是幾百架飛機 它的資格是會需要高些的 譬如我們現在的無人機技術那邊 去再發牌 而這個牌照 其實在國內他們有一個很嚴格的監管 也要有實習的時數 去獲得資格 全球第一個無人機表演 是在2012年在奧地利舉行 用了49架機 可以見到那陣的構圖 是會相對簡單 而最近在韓國釜山 都進行了2024年新年的無人機表演 出動了2000架無人機 組成了一條立體藍色的龍 非常之震撼 比以前見到構圖 多數都是以2D平面為主 到現在可以做到很3D立體 見到現在的技術 規模都比以前進步了很多 而香港在2018年 才有第一個無人機表演 在沙田城門河進行 用了100架機 香港都真是比較慢的發展 因為香港真的地方不太多 也都要有這麼大的地方 空曠的地方 也都要留下無人 你想想要清空地方給你表演 其實是香港比較難的一件事 所以每次申請 要涉獲很多不同的部門 要去溝通 要去安排這一天要做些什麼 如何去封路 甚至乎各方面的事 所以香港是有先天性的限制 令到發展的確比其他地方慢 看回國內或者其他外國地方 他們通常是有一個定點 即是有一個指定的地方 是可以讓他們去做這件事 開始陸陸續續 你會看到其實他們 飛來飛去 為什麼好像這個城市 都是這個地點去飛 他們就是因為 給了一個地方出來 讓他們容易去申請 去做這件事 就可以去表演 你說它可不可以完全取代 煙花 個人感覺 就是都可行的 因為始終 它都是一個燈光的表演 你每次看煙花的時候 你可能今年看完 夏年看的和再夏年看的 可能都是差不多 震撼完一次之後 你可能不會每年都追處看 但是無人機你可以是 今次看完明天又再看 你都不會覺得它會失色 因為每次做的事 可能你會看到內容都不同 看到香港都開始 越來越多無人機的表演 最近在灣仔海濱的 繽紛香港無人機表演 無人機組成了一條立體巨龍 甚至可以組成一個QR曲 給觀眾互動 掃完那曲 就可以看完不同的旅遊資訊 雖然現在在香港發展 無人機的表演 有不同的限制 但是相信 給點時間 無人機的表演行業 接下來一定可以繼續發光發亮 歡迎收看 本生活 樂科技 NWA-K